新西蘭總理希普禁師星期一表示 隨著中國變得更加獨斷 太平洋地區的競爭加劇 而且更加不安全 他指出新西蘭需要與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 但同時仍然是要和北京保持接觸 希普禁師在奧克蘭舉行的 中國商務峰會上發表演說的時候表示 中國的崛起以及它尋求發揮影響的方式 是戰略競爭入益加劇的主要驅動力 尤其是在印太地區 希普禁師說我們的地區政策是 變得更具爭議性更加難以預測 更加不安全